我叫许岩,是一名医生 真的服了,今天又是我值班 外面黑漆漆的医院里只剩我一个人了 这大晚上的医院里还真是有点瘆人啊 幸好我们这里没有停尸房,不然得吓死 诶,真服了,这地板这么干净,还要每天擦一遍 在我们这里擦多一条广告 宣传四位SP,一位给了10.22,一位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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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猪梦 不管他们艾特在评论区了,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诶,这里还有一间病房吗?我以前怎么没注意 算了,还是赶紧进去打扫吧,要不然明天又要被院长骂了 喂喂喂,不是吧,怎么这么脏啊 确定这是一间病房,而不是垃圾站 话说,这里如果有一间病房,我以前值班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啊 总不可能凭空冒出来一间吧 今天待在医院里,我都怀疑我快神经病了 算了,反正到了月底我就辞职,管他什么神经不神经呢 我靠,不是吧,这蜘蛛网都这么大了,也没人看见吗 真不知道昨天值班的人干嘛去了 这哪里来的哭声啊,这里面有病人吗 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啊,那是哪里来的哭声呢 我去这大半夜的别吓我啊,我一定是出现幻觉了 不行,我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太他妈吓人了 不行,这件事太诡异了,我感觉不像是幻觉 明天把它汇报给院长吧,今天太困了就睡觉吧 呼,这么快就天亮了啊 昨天那件事搞得我都没睡好,去换一件衣服就上班吧 哦,对了,我还得把昨天的事情告诉院长呢,差点忘了 那个院长,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行,你说吧,什么事 咱们医院二楼还有一间病房吗 什么,病房,二楼哪里有病房啊 什么,没有吗 可是我昨天晚上值班的时候明明看见了,我还进去打扫了呢 那间病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许妍你一个人嘀咕啥呢 我靠,乔悦你咋在这 我正想事情呢,吓我一跳 呵呵废话,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我当然在这 今天你值班,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我昨天值班打扫二楼的时候,发现凭空多出来一间病房 我进去打扫的时候,而且还有人的哭声 我敢肯定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的 我刚刚跟院长和识了一下,二楼确实是没有病房的 你应该也知道 我靠,你这么一说,我突然不敢值班了咋办 找你胆小的,我正好想弄清楚怎么回事 晚上我和你一起吧 艾玛真是好姐妹 呜呜,快得了吧 悠悠别睡了,该干活了 真疯了,你怎么还睡上了 呵呵,我太困了,没忍住 666快点吧,我带你去看那间凭空多出来的病房 不是你以为是啥好事呢,走这么急 呵呵,别废话了,快点跟上 看见了吧,这就是那间凭空出来的病房 我的天是真的啊 真的,这不对啊 我昨天明明打扫过了,为什么今天还是这么脏 这怎么还还原了呢,是有人来过了,还是 多草你买,你别说了行不,我害怕 你先别害怕,先把这里清理一遍,再害怕也不迟 料你清高 话说你以前吃班的时候也没发现这里吗 我敢确定没有啊 那这是怎么多出来的,难不成有 妈的,你别往处说 呵呵,敢小鬼 你,你是谁 我的妈,这是人是鬼 我靠,直接没了 这肯定不是人啊,哪个人敢这么玩 这间凭空多出来的病房绝对不简单 我觉得咱俩要不走吧 爱马英雄所见入头 你当时等等我啊,跑这么快 不行,我觉得我得上网查一下 我觉得这不科学 这世界上哪有鬼 瞧月许言,你们带来一下 来了 店长,你找我来什么事啊 你俩去三楼药房取药,放在302号诊室里面 哦,好的院长 拿好了,走吧出去 哎呦,你这个门什么意思 不是大姐,你起啥 我都变形了 不是吧,难道不是你起的我 这有没有人家先走 可算是出来了,赶紧送过去吧 等等,这个面容 货槽这不是咱俩在二楼的林医间遇见的那个 人不人,鬼不鬼的吗 真的一模一样啊 但是这个,应该是人吧 不是大姐,你别逗了 稍微那个一下子就没了 这个和她一样怎么可能是人 她,她为什么面无表情啊 就好像脸冬了一样 这,她身上的触感怎么这么奇怪呢 而且这两下我用了不少力 一般人早就喊疼了吧 我靠,我打了一下,真是这样 那我们 哎,不是咱俩咱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女鬼的影响 我怎么觉得这里突然这么奇怪 咱们还是出去吧 这,这是医院 为什么成为这样 你快看那里坐着两个人 你确定他们是人吗 算了,先打个招呼看看 呃,你们好,我叫许妍 你们好,我是强月 哦,哦,你们好 我是婉妮 她是林葵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们俩来这里很久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们是零七点时 一个星期请入住这里 看见游戏之气 就进来看看 正好是晚上 我们一步流神 就被怨铃送到了这里 那这里到底是哪 这里应该是怨铃一年之气 也就是她生前死的地方 666这么牛叉的吗 我们先下楼去看看吧 没准会有什么出去的线索 呃,这里的讯息会好重啊 这怨铃不会有什么特殊品号吧 哦,我想做咋办 这两个口罩给你们 可能会好一点 哦,谢谢鲑鱼 我们好多了 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 这么乱怎么找线索 这里插过一条广告 宣传5VSP 第1位给了305R 第2位给了5R 第3位给了6.14R 第4位给了1R 第5位给了一张通知 我把他们按照在了案里面了 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的妈 终于弄干净了 等一下楼去找找院长 看能不能在步 好的,可以 诶,怎么没人呢 你忘了 这里可不是现实世界 哦,对哦 我咋得忘了 对了 你们在楼上打扫的时候 有发现什么没有 什么也没有 管一人有点这么慢呢 哈哈,不好意思 我没注意你们下来了 记得关门 话说这都天亮了 我也没发现 什么出去的方法怎么办 等等大门怎么是开着的 我觉得我们得把它关上 嗯,关上比较好行 OK了,我们回去吧 我刚才看了看大门外面 非常干净 甚至一滴血和一片落叶都没有 合着就一院二楼和三楼这么诡异呗 那也是的 一般来说 院名的院积范围很小 更何况 这个院名没成名 是的 那还会不会有别人进来啊 这个不会啊 因为当初 害死这个主人的一生 只有四位 只要拉进来四个人 在他的潜意识里就满足了 我之前听到鬼种方法 可能是找到某种 通往现实的几种东西 在天黑时 返回这里时的房间 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这么说 那几种东西是在二楼或三楼 事故已迟我们走吧 哦,你突然觉得 三楼这里好明亮啊 一共是几种东西 小宽你能知道吗 应该是四种 但是搜索的门很不 可能在日里一出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 好的,这样下雨高一些 找齐了吗 四种东西 找齐了 OK,那我们现在 就等着天黑就可以了 敲月,小葵,宛鱼 你们醒醒 已经天黑了 该走了 返回咱们来时候的房间 是的 那宛鱼你和小葵 以前在这里都没发现 屋子里的东西吗 应该是这间病房了吧 等等他们俩还没下来 OK,那现在就去吧 我靠,这是个什么东西 祭坛 你哪以前在这里都没发现 只有在这里的人 到达四个之后 才能触发这些东西 那我们试着 把这些东西搁上去看看吧 我有两个咋办 那你分我一个吧 按理说应该是一人一个物品 你们醒醒 我们好像出来了 真的假的 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下楼去看看院长在不在 如果在 那就是我们出来了 如果不在 说明我们没出来 这是个好办法 我们咋办 你们看到那个光圈了吗 我们应该是出来了 看这里的地板 我们也去找院长 问问那个女孩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院长 他们是婉鱼和林葵 我问你咱们医院前段时间 是不是小女孩 我觉得你实话实说吧 我们都知道了 哎好吧 前段时间是有一个小女孩 因为脑癌去世 但是她和她养母的感情非常不好 她一直以为是她养母害的她 是这样啊 我们知道了 对了院长 我觉得医院得暂时关门几篇 让那女孩的怨气消一消 不然我怕会再次想到其他医生 好的我知道了